这是一幕真实的抢婚现场 南方亲戚将一个女孩团团围住 女孩神情抗拒 大声说着自己不愿意 眼看劝不动 围着的几个人开始生来应拽 牢牢按住女孩的四肢 强行把她拖出房间 引得女孩不断哭喊挣扎 甚至裤子都快被剃掉 然而南方的亲属却说 女孩的母亲在一旁默默站着 她无力也无法反抗这一习俗 孤立无援的女孩 只能向纪录片拍摄者 发出最后的求助 这里是越南北部的赫蒙族小山村 这个民族的女孩很小就会结婚 因为她们在进入青春期后 会在新年期间被绑架抢走 而绑走她们的南方家庭 会在第二天上门 与女方家协商举办婚事 女孩们一夜之间就成为了新娘 齐的姐姐就是如此 被绑架时她还在念高一 现在17岁的她已经抱一个 怀一个了 说起这个 齐还是笑嘻嘻的模样 她似乎并不认为 抢婚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齐是纪录片的主人公 她活泼开朗 长相可爱 所以一开始 去指教的导演 只是单纯想拍摄女孩的童年 可随着她深入齐的生活 以及这片云雾营绕的山区 她才愈发意识到 在这里 一个女孩童年的消逝 承载的是 历代存续的 极端父权社群里 隐没已久的性别暴力 对此 孩子们丝毫不知 他们嬉闹着 玩抢新娘的国家压游戏 而村里已婚的年长女性 也对抢婚习俗 惠目容身 她们像是麻木地接受了一切 却又在偶然的言语间 表露出畏惧与不满 齐的母亲 就毫不掩饰 对自身婚姻的失望与绝望 她的丈夫是个酒鬼 长期事业在家 平时很少做家务 得到时候 会立刻拿去换酒 而不是换钱 补贴家用 可面对这段妻子 无比憎恨的婚姻 齐的父亲 却洋洋得意 她自满地 向导演炫耀 自己当年 是如何趁妻子不备 一下子把她绑走的 甚至在喝得醉醺醺后 跑向导演 说要把她绑了 做儿媳妇 虽然是以开玩笑的口吻 但齐的父亲 所体现的 正是村里男人 对待抢婚的态度 他们认为 青春期的小女孩 都是可以绑架回家的 婚姻资源 但齐对之下 从小而如沐染的习俗 并不畏惧 她是村里 最早一批上学的孩子 平时成绩优异 学校办活动时 还担任直戏手 她有智能手机 会上网 总是幻想着 通过读书 走出大山 尽管生活在 有抢婚习俗的村庄 齐还是认为自己 有拒绝 逃脱的选择权 她向往自由恋爱 并坚定地表示 被抢婚后 一定会逃 这子新笃定的模样 让观众 也无端相信了 相信她能逃离 落后的陋习 因为她看起来 跟世界上 所有青春期的孩子 没什么不同 她暧昧 会对身边的 异性朋友 产生朦胧倾诉 会与喜欢的男孩 羞涩互道晚安 吵架时 则对着闺蜜 大发牢骚 伴着指头数落 小男朋友的问题 看着她和朋友 嬉笑打闹 你会自然而然地认为 这些女孩的未来 也应当寻常地 进行下去 考上高中 考上大学 找到工作 自由恋爱 可属于孩童的美好期待 终究随着新年的到来 戛然而至 为庆祝新年 附近村庄里的孩子们 聚在一起 参加新春庙会 一位对其有好感的男生 邀他见一面 两人羞涩地聊了许久 男孩想躲开摄影机 与其约会 还向导演保证 因此 导演就没继续跟排 可听说齐被男生带走后 母亲却立刻着急了 她瞬间想到了抢婚 于是赶紧打电话 喊起回家 又四处打听 男孩家住在哪里 父母是谁 因为除了抢婚 男孩还有可能是人贩子 村里也不是没发生过这种事 被卖出国 被奸杀 一个女孩有各种被消失的方式 这一切犹如稀疏平常 这让导演忍不住 着急落泪 可惜的母亲却安慰她 这话说得冷酷无情 可转身后 母亲还是躲在角落 抹起眼泪 她打电话叮嘱其 千万别让她碰 这位母亲在努力地教女孩 保护自己 不要被陌生人抢奸 可在另一个家庭里 父母竭力交给儿子的 是如何彻底留下这个 抢来的十四岁新娘 第二天 男孩的父母就登门拜访了 他们带来了酒肉 要恰谈财力 嫁妆与婚礼细节 其的父亲开始盘算 要收多少利 两千块钱 十公斤鸡肉 一百公斤猪肉 还有二十生酒 其的婚姻就一锤定音 可从男方家回来的其 并不愿意 因为他发现 男孩的父亲和自己父亲一样 是个酒鬼 俩人也不怎么聊得来 远不到结婚的地步 于是他提出 按习俗和分手酒 但男孩却拒绝了 没办法 其只能逃到了学校 可母亲却赶来 要把他拽走 因为在当地 女孩逃婚 是件违背风俗 十分丢人的事 老师们搬出报警恐吓 死死抓住其的手 可他最终还是被带了回去 后来 几位老师为阻止悲剧发生 还强行挤进了讨论婚事的练习 他们搬出法律 试图阻止这场未成年的婚姻 但双方家长却毫无反应 于是 一位老师把突破后 对准了男孩 他试图劝说 你不能逼他爱你 这是虐待 可这个家庭贫困 早早说学的男孩 也是一脸迷茫 甚至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要绑架 只是家里人告诉他 如果能娶到妻 他就可能过上好日子 毕竟 这片山谷中 大部分活计 都是女人在干 插秧与道古风俗的 两个农忙时节 地里更多是女性在忙碌 哪怕有男性 也往往是 卫生家的少年 课堂上 农忙时节 总是有女神旷课 在家干活 风俗时 西哥母亲奶奶 一同上阵 从早做到晚 还叫回了 已经嫁人的姐姐来帮忙 姐姐的孩子 无人照料 只能放在田边 装道古的编织袋中 其的一根手指关节 也在干活时 比切断 所以 如果能娶到其 男孩自然多了一个 可供自己使唤的努力 而其的最后一次逃跑 也没能等到 老师们的帮助 他被拽出家 导演违背了 纪录片拍摄准则 试图图 却被其的奶奶揽下 摄像机 也被一位男子拍开 最后 在导演强烈的要求下 其的妈妈 在犹豫片刻后 走上前 要求他们放下女儿 其抓住机会 赶紧往回跑 而村庄里的其他人 看见这一幕 只是觉得 好笑 好玩 纪录片最后 终究是以男孩妥协 喝下分手酒为结尾 其重获自由 继续上学 可纪录片结束了 其的生活 还要继续 初中毕业后 他考入了一所 技术制高中 后来还获得澳洲一所大学的奖学金 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 但其却选择留在当地结了婚 年仅17岁 他再也不接导演的电话 唯一令人安慰的是 从他的社交平台来看 其的生活还挺幸福 这样许多人都感慨惋惜 也让我们不禁思考 其真的拥有过自由选择吗 哪怕他接受了基础教育 会上网浏览外界新闻 可来自贫困与压迫的无形锁垫 早已将他束缚在了方圆数公里之内 或许在旁观者眼中 其的结局并不算好 但对于其他同命运的女孩们来说 她已经实属不易 因为拦住她脚步的 从来不是一道山凉 而是万千群山 我是拉环 关注人间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